大家好,我是孫韻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周善逃,引憂重重 先講講港股的情況 今天港股普普通通早段高開過上25,200點水平 畢竟高位升幅無以為計,反覆升幅收窄 一度收窄到25,000點邊 幸好美市有發幅上去,全日都有過8點升幅 升118點,收25,089點,成交1295億 今日的市能夠向好,多得昨天股份跌得厲害 主要講的是強勢股,包括騰訊 騰訊昨天跌得厲害,今天發幅上升8元 521元,有1.6%的進漲,是跑完大市 廣交數更厲害,升3% 昨天其實也跌得慘,今天升得厲害 10元開外升了,升3%有多,帶領市向上 只不過本地的經濟股仍然弱勢,特別是和樓有關 無論是收租股,以至地產發展股,都是弱勢 令市的升幅不能夠擴大,反而收縮下來 好了,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就剛才提過了 升過下跌過下,除高收窄過升幅 最終全日是升118點,不算大的升幅 方向感又不強,究竟後市怎麼看呢 初步看,只看周線圖 走勢,受制於20天線,顯然20天線有些阻力 只不過可以守住這條第二條上升軌 紅色這條,因為上升軌可以畫三條 其中一條這條,第二條就是這條 昨天的節目提過,紅色的上升軌是第二條上升軌 昨天攜一攜,穿一穿,少少發回收,好像是有支持感 今天繼續,又再試一試,又發回頭 顯示,有初步支持感,這個位置 今天試的所謂,浪一浪,好像是有支持感 低位,高位又阻力,究竟形勢怎麼看呢 可以從兩方面看的 從這兩方面看,市就要小心點 一方面,剛才提過,成交今天1295億 昨天就1900多億,接近2000億 今天升市就明顯縮了很多億 不夠2000億,到不夠13億,即是700億 升市成交縮,這個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這是第一個要提出的 第二個,今天沽空比率都不小,接近17% 無言之,淡勇開始蠢蠢欲動 這是第二個現象 第三個要跟大家說的 其實最主要是周線圖 周線圖的形勢,更加令大家要提防 翻一點提及其節,因為為什麼呢 隱憂重重 主要的幾隻強勢股意指,兩個重要指數 你都發現周線圖走勢麻麻 加上上證指數都不太好看 以周線圖計算,所以要小心 先看個別股份 最近就強勢股,當然要看騰訊 騰訊你看到了 這就是周線圖,上星期還可以 今星期整支陰燭,高位比上星期低 顯示開始有一個回軟的勢頭 大家要留意,重要支持在這裏 比較遠,暫時不用看 總而言之,高位,見到兩個州的高位 就向下移左了 低位亦都向下移左 這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有些隱憂,可以這樣說 另一隻,也是強勢的 這就是港交所,更加明顯的走勢 一方面,在三角形之前 三角形周已經升穿了 這裏已經升穿了 去到這裏,基本上完成了量度升幅 換言之,可以說升完 起碼用三角形量度升幅來計算 有可能已經升完 加上周線圖 剛才騰訊的陰燭仔組合不算很明顯 但這個,上周的陽燭加今周的陰燭 合成一個烏雲蓋頂 烏雲蓋頂,聽名字都知道 不是太好的走勢 而且今周的低位,比上周的低位明顯 穿了很多 剛才記了一班騰訊 去看看,低位不是相差太遠 換言之,沒有太弱勢 但是,港交所看到高低位 高位比上周低少少 但低位比上周低很多 換言之,港交所的周線圖 是比騰訊更弱的 所以要留神 另外兩隻,雖然不是成份古代 對市的氣氛都很大影響 就是美團和阿里巴巴 所謂ATM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是阿里巴巴走勢 今周出現一支陰竹 這支陰竹在上周的陽竹的竹生之內 聽到有看小弟的節目都知道 這是什麼形態 就是高位出現身懷六甲 不多靚仔 這支走勢要留意 美團近次騰訊的走勢 以陰明竹來說 也是出現陰竹 他稍微比騰訊好一點 因為低位沒有穿過上周低位 只不過他也是高位之後 出現,無論是高位低位至整個竹生 都在上周的範圍之內 如果你看儲狀圖 這些叫做內在日 換言之代變情況 高位升到大輪之後 這個升浪來計 八十元之下 蓬錢地衝上去 衝紅二百多元出現代變形勢 不問而知 有少少忍優 換言之四個 幾個很重要的股份 陰明竹圖 也看到有些忍優 甚至淡移 自己有幾個指數,先看外面,上證指數 上星期威勢,衝穿紫色箭嘴指著前浪頂 但今星期已經不能夠站在前浪頂之上 出現陰燭,近似烏雲蓋頂 更重要是收下前浪頂之上,紫色箭嘴指著的位置 前浪頂的阻力,本來變成支持的升穿 現在突然跌下去,換言之是得而伏失 阻力仍然是阻力,走勢是一般的 甚至是假突破都還可以 換言之走勢一般,如果穿上升列口就更加頭赤 今晚節目提過,是3100多點左右 大家留意著 國際指數一樣,都是差差的 尤其是一枝下降軌 一百年以來,高位形成的下降軌 上星期打氣之後,就回軟了 出現一枝很長手的陽足 或者叫倒轉隨頭,有人叫射擊智星 換言之,上星期見到下降軌,就回軟了 好像有阻力,兩條重要的周線 五十周和一百周都叫做站穩 但今個星期不行了 出現穿頭破脚之同時 五十周和一百周線更加得而伏失 國際指數很一般 行山之數,都看過周線圖 今次應該都不是英俊 雖然走勢好像今個星期沒有國企那樣租高 但整個形勢都不見得 首先,未升近周線圖的下降軌 已經調頭回軟 亦都是穿一穿一百周線就調頭回軟 今個星期再調頭向下 亦都是出現一個穿頭破腳的走勢 因爲陰陽足來講 換言之,高位阻力不少 高位包括一百周至五十周線 都顯然有一個阻力 所以行之,陰陽足圖都是不帥氣 換言之,無論是三個重要的指數 以及幾個重要的股份 陰陽足圖都不是太理想 所以下周初步看,繼續回軟 尋找支持可能性會比較大 講到這裏,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